大家好 今天跟各位分享一分钟命理 座位后方 我们要知道座位的后方 也就是你坐的时候 你的后方叫做玄武方 玄武方这个位置 他是要保持安静的 也就说你的玄武方后面不要有人走来走去 否则你在工作 或者是你在读书的时候 你的一个注意力会非常的不集中 而且他会导致注意力不集中 就是你的一个精神状态会很不好 所以各位你就要知道说 我们座位的后方要维持的是安静 不要有人走动 甚至你的后方不要有窗户 因为窗户来讲的话 他也是会有洞的现象 例如开窗有风吹进来 或者外面有人走过去 你会吓一跳 所以各位你的座位 不管是办公桌 或者是你的一个读书的书桌 请注意一下后方尽量是安静的 而不要是走到 或者是人会经过的这一种情况 今天就跟各位分享到这边 有空帮老师点个赞 我们下次再会 拜拜